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在世的时候被东南亚等国誉为 泰国火彩 神 龙婆坤是众多藏家公认为 同时修行着多种法门的高僧 师父在世的时候泰国国王 皇室 政府部门以及军队警察 都经常邀请龙婆坤制作加持佛牌 师父所督造加持的佛牌 在泰国出过很多神迹 在泰国无数善信奔波于龙婆坤 大师四前只求大师给予祈福或扑头 就连泰国国王面见大师都会前程跪下 让大师为其祈福 大师的出生颇具神奇色彩 其母亲在怀大师之前 梦见天神飞到面前说 你夫妻二人 多事行善 今日特来送上一宝 网传佛法 谱 道众生 说罢便拿出一粒像水晶球的物件 送给大师的母亲 龙婆坤的母亲做了这个梦以后 不久便怀孕 然后生下现在的泰国佛宝龙婆坤大师 龙婆坤大师生于佛历2466年10月4日 小的时候在家乡的一间佛寺中上学 僧人除教常规学校里的知识外 还会教他学习巴历文 20岁时便出家为僧 龙婆坤在佛历2487年5月5号21岁在驱都他四成为正式僧侣 当时拍骨阵是其老师 拍骨阿铁是他打坐的老师 他僧侣名称为拍沙托 龙婆坤在这间寺庙学习僧侣规调 另外也在龙婆定指导下学习打坐和法术 他非常用心及努力学习 很快将龙 婆定一切尽学 经过一段日子 龙婆定把他带到龙婆宫那里 龙婆坤成为龙婆宫的门徒 随他洗法 后来龙婆坤就把龙婆坤带到森林当苦行僧修行 除了真理规条及打坐以外 龙婆坤并把自己所懂法术和金针入身教授于龙 婆坤 而此法术亦令龙婆坤今日于全东南亚享盛名 经过一段学习之后 龙婆坤成为独立苦行僧 开始自已到辽过及柬埔寨修行 他去到很多柬埔寨天山区打坐 实践自已所学 悟出佛理 经过十年苦行僧旅程后 他回到了曼 古并居住在东北部区班历寺 当时班历寺非常破旧 龙婆坤向当时主持表示 他希望重建四庙 但主持告知庙里只有一万泰铢 虽然重建庙里是他的责任 可惜他并没有这个能力 龙婆坤便开始要求村民和信众 希望能重建庙 当时有很多人出来帮助 约募集了两百多万泰铢 须班历寺正式重建 其后 龙婆坤在该区越来越有名 龙婆坤法力高强级非常善心 多年来其佛牌集金真拯救不少人逃离鬼门关 令人得到财富 他已经常募捐后建设医院 学校 为下一代及贫穷人士提供社会服务 成为当代最有名阿罗汉圣僧 事实上 要得到龙婆坤大师亲自接见 非得复原身后的人不可 纵能与他见面 也不一定有机会得到他的加持 在众多跪拜的善信中 大师会每半小时手持一只木棒 走在善信前铺头 可是就有些人 无论怎样走进大师身边 都淹没在人堆里 无福承受大师的手中棒 如能够获得高僧教入其境是亲自吐口 水柱运 更加是善信冒昧以求之事 龙婆坤大师于佛 历2558年5月16日元祭 大师一生劳心劳力 被泰国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 泰国人坚信 大师是天神化身 传闻大师拥有的法力非凡 只要佩戴大师的自身香 必能化显为夷 荣华富贵 一生平安 有个穿下的通纸杆胎是终是一位可爱的 总终是许队ös 确认 如果没用小领判 你能处理的一画出的 这种某检器 有的实感 所以我们下轨物者 会让你的确和顷脾